为什么练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网上净土 被我们看还是很理性 这个想法跟现代的科学没有冲突的 乍一听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有没有 问题是 这位潘宗光教授 可是两次获得诺贝尔提名奖的科学家 各位好 我是卓然 搞科学的自然是要讲证据 我们来听听 这位香港理工大学的荣秀校长 具体为什么会这么说 放在空气天中 为了避免不同电视台的无声干扰 每个电视台 它一切冷凉波 是在某一个频率的规范底下的 那只要我们挑战我的电视机的吸收频率 跟空气中某个电视台的频率结果相同 物理学是说自然的能量是可以吸收的 能量可以转移的 透过同一个频率来转移的 所以现在我们空气中 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电视台 也看不到 但是存在的 这是科学绝对 那么我可以这样想 西佛基督净土是阿弥陀佛 这个佛的能量非常非常大 那么西佛基督净这个信号 好像一个庞大的电视台 相当于是 它发出的能量波 释放的这些众生 圈越太空 包括我们的地球 无数的 所以我们空气里面 也有极乐世界的能量波 电波存在 只要我们调教自己的 这个细受的能力 应远去做 跟这个阿弥陀佛基督净土的电视台 接轨 你认识在后部上感应 后部上接轨 究竟这个西佛基督净土的世界 那个电视台的频率是什么呢 这个频率就是阿弥陀佛 这是个字 因为阿弥陀佛是个声音 声音是一个频率的 无论你讲普通话也好 英文也好 都是从古印度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在理论上 翻译出来的 它那频率差不多 可能听了一点不一样 但基本的频率差不多 所以我 只要我们讲阿弥陀佛 英文普通话也好 就是跟那个 在我们空间里面 极多世界电波的频率 只要我们多讲 多理阿弥陀佛 让我们的思绪的能量 不强大一点 对 因为讲一句 力量很危险 就要不停的量 很专心的量 那么在我们的前一世里面 在我们的第八世里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里面 就加大我们的思绪 这个力量 这个能量 所以 只要力量越来越大 到临终时候了 我们的第一把 是要神心 离开我身体 这个神心里面的 阿弥陀佛的种子 就与这个 大腔里面 那个阿弥陀佛 这个弹势 很勇气地 被这个强大的 我们牺牲进去了 有了潘教授这么一说 那么打坐中 能跟灵界连通 看到意象 就不稀奇了 因为打坐 就是在调整大脑频率呢 如同潘教授讲的一样 调着调着 一连通 不就看到那边的一切了吗 大家都知道 中国古时候的王公贵族 其实灵性都挺高的 都喜欢见性如是道家的讲法 在中国历史上 有位叫做原中道的大官 一次打坐中 把极乐世界游了一遍 醒来后记录下来 被记载在净土宗的权威著作 净土圣贤录里 简直就是一场佛国奇妙游 走 咱们一起跟着吃瓜去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 西元一六一四年 在一个月圆的晚上 客送完毕后 家夫静坐 形体新神寂静清爽 忽然间入定 新神飞出屋子之上 飘然的呈着白云 此时有两位童子引导他向西飞行 不久之后下降到地上 童子说停 园中道随着他停下来 见到大地平坦如掌 光耀明镜 细滑柔润 旁边有水渠 宽石于掌 水中有五色的莲花 香气芬芳异常 并有金色的桥梁 跨过水渠 七宝的蓝绳 焦罗排列 楼阁极为整齐美丽 园中道于是向童子做衣问道 此是何地 您是何人 童子说 我乃灵和先生的侍者也 中道问 灵和先生是谁呢 童子说 正是您的兄长 袁中郎 袁洪道啊 他现在正在等您 有话要跟您说 您可以赶紧前去 接着就依着步道 走到了另一个地方 有树木石于棵 池水流动作声 水池上有一个白玉的门飞 其中一位童子先进入 另一位导引袁中道 经过楼阁二十几重 到了一座楼阁之下 此时有一个人下来迎接 其容貌如同美誉 衣服如同云霞 身长有一丈鱼 见到袁中道后欢喜地说 弟弟你来了 袁中道仔细地一看 原来是袁洪道 两人于是上楼坐礼交拜 有四五个人前来共坐 宏道说 此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 信解尚未成就 持戒尚未完全地 大多生于此地 又称为谢曼国 上方有画佛的楼台 前面有大莲池 约有一百游巡 一游巡约四十至八十里 其中有书庙的莲花 是众生的化生之处 一旦已往生此地之后 则散处在各个楼台 与有缘的净土连有相聚 因为此地没有吟生美色的霍乱 圣解容易成就 不久之后就能晋升为净土中之人 袁中道问 不知兄长您生在何处 袁洪道说 我往生净土的愿力虽然很深 但是秦至染拙的习气未处 刚开始化身于此边地一小段时间 现在已经居住在净土了 但是终究因为以前持戒不够严谨精进 因此只能在地面居住 不能与大菩萨们一起飞翔于 广遍的虚空和七宝楼阁之间 仍需要再进一步的修行 所幸我素食生来智慧猛利 又曾经做西方和论 赞叹如来不可思议度化众生之力 感得飞行自在 可以游行于十方的诸佛插土 十方诸佛说法 我皆得以前往宫听 此实在是很殊胜啊 接着红道就牵着中道的手向上飞升 刹那之间就飞越了千万里 到了一个地方 光明照耀无所障碍 以流离为地 以七宝杭树为界 皆散发沾潭吉祥的庙香 并且开着众多书庙的花朵 皆是奇异珍宝的庙色 下方为众宝莲池 水波中激扬着自然微妙的音声 池中众宝莲花 花叶皆散发出五色的光明 水池上隐隐约约有高楼如丝带般回旋耸立 阁楼则有旁出的道路 到处皆有无量的乐器 演奏着种种的法音 在经过彼地则是十地等觉菩萨所居住 其境界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经过十地等觉的居处地则是妙觉如来所居住的地方 只有佛与佛才能究竟了之 说完又到另一个地方 没有墙壁 有蓝笋 光明耀眼 更胜于钱 坐了一会儿 红道又说 我没有想到极乐世界快乐到这种程度 假使我前生时能够延持戒律 我的境界尚不止于如此而已 大体上来说 在教理和戒律都精进严谨的人 往生的品位最高 其次是持戒严谨的人 往生最稳当 如果是只有教理而无持戒的人 大多为业力所迁 流入八部鬼神众去了 这种状况我所亲见到的有很多 弟弟你的般若气氛颇深 但是戒力定力甚少 如果只是体悟教理而不能升起戒定 此事狂会也 你回五着恶事之后 趁着色身仍然强健 要实修实物 坚持往生净土的誓愿 情形种种方便善巧 怜悯一切众生 不久之后当再相见 如果一不小心移入他土 则可不可畏 如果不能持戒 有龙树菩萨的六斋法 现在仍然存在 应当尊而行之 而杀戒尤为重要 希望你寄予其他一同学法的学人 没有说每天动刀杀生 口中贪食众生血肉滋味的人 而能够往生此极乐国土的 纵使说法如云如雨 又何异于世呢 我和你在空王劫时 生生世世为兄弟 乃之于在六道之中 也是如此 所幸我今日得生善地 我恐怕你会堕落 因此以方便神力 将你设受至此地 但是净土与会土相隔 不得久留于此 当时红道与中道的兄长 宗道已经命中 中道因此问其兄长 投生之处 红道说 他往生的地方也很好 你以后自然就会知道 说完之后 红道突然凌空而去 中道行走在水池上 顿时好像坠入水中 突然之间就醒过来了 中道因此自己 把此事记住下来 是不是如同金钟一样 非常美好呢 心神荡漾 一心向往的朋友们 脑电波 已经在调整接近 开始产生磁场 开始吸引了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珍惜这难得的机缘呀 中文字幕 by Kevin MacLe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